不负所托终于完工了 就是我手上这个乌气漫黑的东西 它叫墨翠 去年有一天晚上 月黑风高 大哥喝多了拉着我的手 跟我说嫂子这么多年为家里操劳 辛苦了 想给她置办一些首饰 任我推荐推荐 我们大哥预算多少 大哥说你看着办 没有预算那就好办了 当时我的脑海中想象的是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但是想到昨天足疗 看到大哥那右脚破了洞的袜子 于是给大嫂看了 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 大嫂一直就没有回应 直到有一天给我看了一张 这样的照片 果然大嫂的审美还是在线的 于是我拿出了 珍藏多年的墨翠个子蛋 开始干活 设计很快就出来了 整体一个活头的造型 简单又不失风格 但有些许强意 大哥看了战不绝口 大嫂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那就换风格 于是按照大嫂大气优雅的气质 重新设计 首先蛋面够大 用筋不够会显得单薄 出不了效果 于是咬咬牙用了20克筋 左上右下的位置 用些许钻石点缀 更显珠关宝气 大面积采用拉丝工艺 有质感 却不讲风头 毕竟它只是陪衬 大嫂说好 就这样 大哥表示还是第一个好看 当出现了分歧 那肯定是要听大嫂的 于是这件作品应运而生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墨翠掉坠 这也是大哥对大嫂满满的爱 当大哥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 低头看了自己两年前 买的一个牌子 然后跟我说有合适的 给我也推荐一下